加拿大食品檢驗局擴大回收 懷疑受大腸肝菌和里斯特菌污染的 生牛肉和鸡肉類产品 种类多达100款 其中有部分是供应给安省餐厅 和超级市场出售的肉类 框森渔报道 针对大腸肝菌和里斯特菌的风险 早在上星期进行的肉类回收 再增加100多种牛肉和鸡肉产品 包括牛扒、烧牛肉、牛仔肉 以及另外9款鸡肉粒产品等 个别需要回收的牛肉和牛仔肉产品 来自多伦多一间名为Vanerica Meat的供应商 部分产品已出售给安省的餐馆 而产自Belmont Meat的一批牛肉馅饼 亦已出售给安省和灰省的食店 至于被受关注的一批熟食鸡粒 是由一间名为Gordon Choice的 美国食品公司供应的 同样是怀疑受到里斯特菌污染 第一波的回收行动于上星期首次曝光 当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Riding Regency 肉类包装工厂宣布召回他们 5月份生产的几十种产品 但涉事的产品并未推出市场出售 不过有关回收就引起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注意 深入调查后发现多41款有问题的牛肉产品 当局目前未收到涉及这些产品而感到不惜的报告 呼吁食市、零售商、分销商和製造商停止供应 或出售有关要下架的产品